今天律师老师我要谈一谈江浙人 在老师我的眼里 从明朝到清朝甚至到现在 江浙人一直兼顾着两种身份 那就是文人和商人 我们很多广东人很满足于纯商人这个角色 而江浙人更喜欢做儒商 也就是有文化的商人 或者说懂生意的文人 既然有文化了 那就少不了滥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所以大明朝以来 每逢王朝变更 江浙人总是优先被新王朝的统治者打击 但偏偏没有哪个王朝能阻止江浙 尤其是苏杭地区的崛起 今天的江浙地区 从唐末到宋朝都是中国最有钱的地方 有道是东南行圣 三无都会 前唐自古繁华 大可惜 在大明朝时期 江浙人遇到了不太喜欢他们的朱元璋 还意外创造了江浙户包邮的传统 元末时期 南方军阀伶俐 霸占江浙的陈友亮 在江浙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 还做了很多便民工程 比如说新修水利白毛港 从1361年开始 朱元璋率军进攻陈友亮的领地 江浙文人誓死抵抗朱元璋 战斗异常激烈 虽然在最后 朱元璋还是打败了陈友亮 成功统治了江浙 但江浙人还是特别怀念陈友亮 而且一直怀念到了现在 从明初江浙文人的笔记 比如说盆窗类记 简胜野文来看 陈友亮一直被江浙人塑造成仁义之主 相比之下 朱元璋在江浙人心中的地位就很尴尬了 无论朱元璋怎么红 江浙人就是坚持要爱陈友亮 于是江浙人就遭遇了新王朝的报复 红52年公元1368年 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人征收重税 坚持要让江浙人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根据从苏中重负到三享军摊一文 苏航已占全国1.76%左右的甜母 承担全国13.69%左右的税量 这个数字你们听的可能没感觉 那我说一说下一个史料 朱元璋下令 拱起大明军队的草粮 拱起大明皇室的白银 这些负担主要落在江浙人的身上 仅今天的苏航一带 就要承担全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草粮 而且江浙人给军队和皇室送粮食 是没有什么居马费的 一路上的交通费用 全部由江浙人承担 这就等于是江浙户包邮 原来从大明朝开始 中国就已经有江浙户包邮了 此外大明朝廷还经常给江浙的商人 摊派其他的附加费用 附加费用往往比税收还要高 比如说洪武时期按规定 苏州府提供270多万弹粮食 结果摊派给苏州商人的额外费用 达到了800多万弹 此外 朱元璋还经常催着江浙人搬家 而且还不会把你叫霍拉拉 就是要强逼你出钱出力 拖家带口的走 给大明朝这么一顿枕 苏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度下降 甚至有意理萧然 生计显薄的说法 全国最有钱的地方 变成了之前默默无闻的江西神 因为江西人老实嘛 朝廷喜欢老实人 干脆就让江西人有钱啦 可是没想到 到了大明朝中期 江浙人依靠着自己的倔强脾气 还有擅长工商业运营的基因 成功密集 和江西一起成为了中国最有钱的地方之一 从大明嘉靖时期开始 江浙的纺织业问鼎全国 随后其他手工业跟着蓬勃发展 苏州成为了全中国的手工业中型 当时张汉在松窗问语里面说 东南之力莫大于裸体坚素 而三无为罪 意思就是说 全中国的布料都是江浙制造的 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 江浙的商业全面繁荣 各路商股巨富集中在苏州地区 而且和当时其他地方的人不同 江浙的商人一般都是士大夫 当时范连在云间巨木钞里面记载 松江士大夫多因仿计求利 其俗情色好指 已故附属 为什么江浙的商人一般都是士大夫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 江浙地区 尤其是苏行地区一带浓厚的教育气氛 江浙人特别重视文化教育 所以在整个大明朝中后期 江浙人在科举考场一路开挂 从来都是重举最多的人群 时至今日 江浙地带依旧是教育强神 提到这个呢 我就想起了一个事情 我曾经听过一个浙江人对我说 他80岁的奶奶真没文化 除了圣经 什么书都不看 你牛逼 你奶奶80岁会看圣经 这还叫没文化吗 你们浙江人究竟是多有文化呀 我在广东就没见到过几个会认字的老奶奶 到了万历时期 从南直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一带 到浙江 到处都是书院 各种思想蓬勃发展 到了1604年 以顾现成为代表的江浙文人 还成立了著名的东领党 成为了朝廷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为了维护江浙的商人利益 江浙文人在朝廷里面 以名利不堪重税为理由 抗议皇帝加税 江浙老百姓干脆直接打死地方官吏 拒绝多交税 而且这些老百姓事后还视死如归 成了江浙人心中的大英雄 比如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苏州府发生民变 起因就是皇帝对苏州的商家加征税收 引起了苏州商家集体不满 随后苏州人罢工罢士 还殴打朝廷官吏 还有官吏被老百姓打死的 这个事情引起了朝廷震惊 事后朝廷严查这个事情 苏州五个百姓平身而出 自冤赴死 然后江浙人就给这五个人立碑 到了后来的崇祯年间 苏州文人张普给这五个死难者写墓之名 他说 你死身之大 匹夫有重于社稷 从万历到崇祯这将近半个世纪 苏州府浙江省等地方 在税收方面的拖欠率 平均达到了66% 无论朝廷哄也好 恐吓也好 就是收不了江浙人 尤其是浙江人的税 最让朝廷郁闷的是 江浙人太爱读书了 他们深深的崇拜古代那些不怕死的闲人志士 如果皇帝杀了他们 他们还会被自己的气节感动死 然后他们就成为了街坊心目中 为天地利正气 舍僧赴死的超级大英雄了 连抗税这么严重违法的事情 都被搞得这么正气凛然 大明皇帝简直要被江浙人搞疯了 皇帝陛下什么都可以不怕 就是怕流氓有文化 江浙人也许就是皇帝心目中的所谓流氓 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 满洲统治者下令汉人替发义服 一向最重视礼乐诗书文化的江浙人 岂能坐舍华夏民族的衣冠被义族消灭 1645年6月 江英民众为抵制替发令 在盐应援 陈明玉 冯后尊等三人的组织下 起兵返京 最后被清军镇压 全城百姓几乎死绝 其他地方的反抗同样激烈 清军在江南打仗打得特别难受 全国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反抗 会像江浙人那么激烈 这一切让满洲统治者极为生气 在满洲前中期 江浙人特别是文人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科产案 奏销案 库庙案 还有明史案 连续几个大案杀了几万江浙文人 尤其是乾隆年间数量众多的文字语 江浙地区无论是大夫 文人还是老百姓 无不深受其害 大批人被朝廷抄家灭族 我们回顾明朝初期 朝廷打压江浙人 主要通过经济手段 把江浙人穷死 而到了满清 满洲统治者已经不屑于用经济手段打压你了 而是要用屠刀把你物理超度 在清末时期 江苏省依靠海洋贸易 和广东一起崛起 成为全国最有钱的省份之一 1908年那一年 江苏省财政收入4589万两 成为全国最有钱的省份 而那一年 广东屈居第二 对明清两代的皇帝来说 他们也许最看不惯江浙人爱读书 因为爱读书的江浙人 为了弘扬天地正义 屡屡跟皇权作对 可是国家经济要发展 又不得不依靠江浙人的经商头脑 这就让历代皇帝尴尬了 这就是江浙人 他们倔强地让你害怕 又文雅地让你身体不适 还精明地让你抓狂 正是依靠这些特点 江浙人虽然屡刀皇权打压 但沉寂一段时间之后 总是能顺利崛起 成为国家的一股清流 商界的一匹黑马